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。 肖战王一博,谁才是真正的顶咖? 百家上的热议话题不断,今天我们来聊聊两位当红小生肖战和王一博,究竟谁才是真正的顶咖? 首先,肖战凭借陈情令中的魏无限一角,圈粉无数,颜值与演技并存,成为无数粉丝心中的白月光。 他的每一次亮相都能引发粉丝的狂热追捧,影响力可见一斑。 另一方面,王一博在《追风者》中饰演的魏若来展现出了极高的表演功力,展现了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。 从一开始的青涩懵懂到后来进入国民党中央银行,为若来的角色经历了成长和转变,王一博完美地驾驭了这个角色的每一个细节。 特别是在一场旧场演讲中,他手持一张空白的纸,却能凭借口才和表演力量,让人叹为观止,这一段表演更是他演艺生涯的高光时刻。 令人印象深刻的并非只有剧情本身,更在于对穷苦百姓生活的真实刻画。 王一博在剧中饰演的男主角魏若来,身处贫困环境,生活所遭遇的种种困境令人心酸。 从破旧的租房环境到手头紧张的生计,王一博生动地演绎了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百态,让人产生共鸣。 王一博的出色表现更是成为了剧中的一大亮点。 以往人们对于王一博的演技或许存在疑虑,但在追风者中,他的表现却让人眼前一亮。 他不仅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,而且在细节处理上更是一丝不苟。 从形象的服装搭配到每一个表情细微的变化,王一博都呈现出了出色的演技水平,为角色注入了灵魂。 特别是在醉酒一场的表演中,王一博将角色的状态刻画得淋漓尽致。 从狼吞虎咽的吃香到身体的摇摇晃晃,他将为若来的酒后状态表现得十分真实可爱。 让观众忍俊不禁。 与此同时,他在演讲和街头等场景中也表现出了出色的气势和情绪把控能力,展现出了演员的专业素养。 更为难得的是,王一博在吃戏的处理上更是游刃有余。 他不仅毫不搅柔造作地展现了角色的饮食习惯,而且将吃相处理得极为自然,让人看得真切有趣。 与一些明星在吃戏上的做作表现形成鲜明对比,王一博的表现更显真诚可贵。 总的来说,追风者不仅在剧情上引人入胜,在演员表演上也有着不俗的表现。 王一博以出色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,展现出了一个演员的真正实力。 相信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,他会继续有着出色的表现,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。 王一博一直是娱乐圈备受关注的焦点。 他不仅在音乐、影视等领域有着出色的表现,还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吸引了大批粉丝。 他的舞蹈实力更是让人惊叹,多次在舞台上绽放光彩,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。 两位都是娱乐圈的佼佼者,各有千秋。 肖战以深情的演技和阳光的形象赢得人心,王一博则以多才多艺和独特的个性征服观众。 究竟谁才是真正的顶咖? 这个问题或许没有标准答案,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答案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支持 ün 感谢观看